利用市区间发生一起老翁醉油事件 一名安养中心的老翁从七楼最楼 卡在二楼的遮雨棚 消防人员立刻出动 所以将老翁救出送一集救 不慎发生最楼的老翁 就这样倒卧在二楼上方的遮雨棚上 一动也不动 消防队员立刻架梯进行抢救 上面 来 醉油 醉油 最弱的地点距离地面 还有一层楼高的高度 消防队员先利用长背板固定伤患 再利用绳索穿过双截梯 让双截梯变成支点 顺利将患者救出 我们看到的时候是人有 有一个人从楼上最掉下来 躺在那个浪门上面 我们是先把那个 颈椎各方面先固定好了 把它固定在长背板上面 然后利用那个绳索跟双截梯 用高手救出的方法把它救下来 根据警方调查 这名老翁一世是一名失智的老人 一个人独自前往安养中心七楼的除藏室 打开窗户不慎发生坠楼 还好坠落地点是在二楼的遮雨棚上 奇迹式的让老翁保